多听清新拉档 少泽理财完录 大家好 我是清新 化身每年的8月31号是咱们这个大A股上市公司发布半年报的截止日期 也就意味着再臭的婆娘你也得见见公婆 咱们经常说这个股市就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 那咱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上半年A股上市公司的年报 都透露出了那些重要的信号 和去年中报对比咱们这个大A股全部的上市公司业绩 我们做一个整体的比较的话 那么在今年的年中营收增长是约9.3% 而净利润增长的6.5% 这个数字是高于咱们国家GDP的增速的 但是如果从总体当中把金融类企业完全剔除的话 净利润反而比去年年中下降约2.6% 那你可以看出实体经济复苏的状况并不太理想 如果按照企业规模来进行划分的话 代表A股大盘的这个护身300成分股 当中的净利润增速达到了10.8% 而代表中小盘的中正500指数则下降了6.5% 这说明上市企业当中出现了风化 越是头部的公司 它的日子就越好过 而那些规模比较小的上市公司的利润 则受到了很大的挤压 并且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出拐点的迹象 那另外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行业 上半年业绩最为爆炸的两个行业 无疑就是这个白酒和保险两大行业 代表着高端白酒的茅台五粮液和卢桌老价 分别获得了30%左右的净利润的增速 而他们的股价在今年高歌猛进 茅台目前已经突破了1100块的大关 而五粮液则涨幅超过了180% 上千块一瓶的高端白酒越卖越火 你说这个消费降级我是不信呢 而保险业则受益于股市的上涨 投资获利丰厚 叠加减税降费的利好 业绩表现比这个白酒更加亮眼 像是去年年赚1000个亿的中国平安 今年上半年赚了900多个亿 上演了大象起舞 你看了这个A股中的公司的成绩单 我想说优秀企业想要保持优秀很容易 而平庸的企业想要变得优秀 却很难费尽心思你找进黑马 倒不如抱紧一贯优秀的大白马来的划算 另外很多朋友觉得这个股票不懂 也很难获得收益 那我觉得你不妨尝试下基金定投 这是一种更适合上班族的理财方式 好的多听信心拉道 稍造理财万路 我们下期见